有人开局神装任选 有人开局直接满级 而我开局居然是只水母 虽然属性很拉胯 却有一个相当牛批的技能 以我多年无数跃片经验 已经挠不出的剧情 不对 强烈的失众敢把我拉回现实 原来是一只海鸥把我当成了食物 在空中狂飙 惊魂未定的我 对着海鸥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然而这刮沙般的伤害 使我心态直接崩了 打开面板 喳喳属性让我无力吐槽 看来只能用那个技能了 寄生 只见无数触手插进了海鸥的身体 我一个回手掏 顺势骑在了他身上 随着海鸥身体莫名的一阵抖动 没过一会 我竟然拥有了海鸥的视角 还能控制海鸥飞行 这感觉太棒了 由于我第一次飞行没什么经验 然后就坠机了 恭喜你成为了全服第一个离开新手村的玩家 这是你获得的道具奖励 原来海鸥误打误撞 直接将我带离了新手村 好巧不巧的是 直接给我钓到了蚂蚁窝 看到这场面我立刻撒鸭子就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 还被几只蚂蚁咬断了触手 我知道我必须尽快逃离这里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反击 我将没有生还的可能 于是 我决定放手一搏 对蚂蚁进行了反击 可是最后连蚂蚁防御都没破捕 蚂蚁的生命力太强了 寄生技能对它也不起作用 我必须尽快想出办法 否则就只能交代在这了 就当我要凉凉的时候 瞥见一旁蚂蚁尸体 我灵光一闪 既然邪厚得不行的尸体呢 我立马试着寄生 果然如我猜想的一样 我寄生成功了 蚂蚁本能地对我停止了攻击 反而把我当作同类扳回了一朝 不料又触发了隐藏剧情 不管了 先前的奖励还没来得及看 赶紧调出面板 勇者之心每天可复活一次 贪尸主意可吞噬进化 神器闪烁每天能用三次指定传送 看到奖励内容 我大喜过望 随即我打开吞噬技能 一搏黑七八八的东西就从体内窜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想吞掉我的寄生技能 我一脸隆地赶忙阻止 然后试着控制它吞掉寄生的蚂蚁技能 这让我的等级直接提升了一级 原来只要是被我寄生的生物 技能都能被它吞噬 还能获得相应的经验值 那这里 岂不是变成了我的炼击场 我是海洋里的一只水母 在饱受空姐和步兵的摧残后 我成功寄生在了蚂蚁身上 它们把我当成同类带回了一朝 还开启了隐藏任务 看着满地的蚂蚁尸体 我赶紧寄生玻璃出技能 又召唤出小黑开始吞噬 眼见经验值蹭蹭蹭往上涨 眨眼功夫就升到了四 瞧着白白胖胖的玩意 我哪惊得住诱惑 提起触手就捅了过去 直接就给它们了 心想等级高了就是爽压 恭喜获得以后的专属食物 恢复药剂白牙蜜 好东西啊 看着越来越多的胖小白 瞬间我这回答了 其实是很麻烦 又成功收获30个白牙蜜 趁热打铁我控制着蚂蚁一路 火花带闪电池蹦洞穴深处 看到工艺有条不紊的搬运着白牙蜜 心想直接抢光所有的白牙蜜出去卖钱 现在是游戏开荒期这种补品一定很值钱 想到就做 泥套连招下来伤亡一片 等级直升7级还爆出了装备 一番倒不后 发现我穿上竟然不显示外观 难道我要裸奔一辈子 这次系统提示我领悟了精良级别的刀法 但我觉得这种固定招式对我增幅不大 毕竟人是活的技能是死的 于是直接喂给了小黑 随后我又疯狂刷怪 各种品级的刀法足足56个 我一股脑全喂给了小黑 直到出现金色传说技能我才心满意服 还给它命名为七星刀 至此我等级也达到了瓶颈 往后提升需要转置才行 属性点优先给了力量和血量 加上七星刀一倍的加成 力量达到了14 虽然血量能提升我寄生的上限 但是没有力量打败对手也是白打 现在的我已经拉平了和普通玩家的差距甚至更强 只要寄生一具身体那还不得原地起飞 亮坤 我的账号你用爽了吗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下 就在之前亮坤用我病重的妹妹来威胁我 抢走了我的超级幸运账号 为了妹妹高昂的医药费 我只能以水母的角色再次进入游戏 就算是水母 也要做所有人仰望的存在 大战过后肚子开始抗议了 不吃饭可不行 摘下游戏头盔 匆匆下线就被死党拉到了电脑前 原来是游戏公司庆祝开服 请来明星和排行榜前试点活动 突然一愣 气小慢 说起来我跟他还有过一段故事 看着死党一脸猪个样 我决定还是不告诉他了 等级排行榜是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 第一名是个大叔 他抽到了隐藏职业 可以支配一个一百级神识野外直接横着走 而第二名的就是抢走我全服唯一幸运账号的亮坤 这四居然还把我头发染成了绿毛 咱们薪酬旧恨慢慢算 第三名的白毛比较特殊 获得了每完成一次连环任务就能变一次的奖励 榜上其余的人 也都是有超强气韵的存在 反之多数人目前还卡在新手区 这里任务经验少怪物难打暴率还得低 白板装备都卖到了50米精良装备 更是炒到了四位数 想到这我直接炸了 刚从以朝回来可是爆了好多装备 当时只顾着收集白牙蜜 不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饮法 快看 当别人还在新手区晃荡的时候 这只小水母已经在攻略报 确切地说我被针对了 就在刚刚我从死党口中得知装备收购价格 而我却把无数装备钢拉机一样扔掉后 顾不上填饱肚子 赶紧再次进入了游戏 随后屁颠屁颠地返回以朝开始搜刮装备 屁屁啪啪的好一阵倒过 总共捡了50多件装备 当我悠哉悠哉准备回去跟死党炫耀时 一个庞然大物挡住了我的去路 居然是以后 难道这就是隐藏副本的boss吗 看着这骇人的身板 变态的属性面板以及40级的等级差点 这不妥妥的针对我吗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不曾想还是暴露了视野 既然如此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先下手为强我提起七星刀就冲了上去 一套技能下来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 以后瞬间被惹怒直接一巴掌就把我拍飞 我血量瞬间就大残 赶紧吞下白牙蜜补充血量 不亏是大捕完一颗就回满了血条 随后我又试着攻击 却不料被反弹短暂眩晕 就当以后气势汹汹向我冲来 危机关头我寄生在了工艺尸体上逃过一劫 而掉落的白牙蜜顿时吸引住了以后 原来它对食物的优先级比我高 这可真是歪打正着 先前收集的白牙蜜现在能派上用场 接着我一边用白牙蜜吸引一边寻找它的弱点 一番拉伤后硬是没发现突破点 于是我开始改变策略斑来攻击尸体 跟以后摆成一个三角形 利用寄生技能和白牙蜜的吸引 形成一种卡斑斑的攻击方式 我把它叫做七星三角杀 如此反复循环 经过一小时努力在白牙蜜即将用完之际 终于是把以后果磨死了 看着满屏的系统提示再累也值了 越级挑战经验加400% 这是高风险加高回报啊 获得传说称号奇迹创造者 每隔24天可以将一次概率事件的概率逆转 获得帮会宠物弹变异火毒灵 这玩意估计以后用得上 技能品质提升三次和技能变异一次中二选一 我想都没想就选择了技能变异 之所以选择变异是因为前者顶多是亮变 但后者有几率质点 虽然成功率只有1.4% 但刚好可以利用称号效果扭转概率 果然成功率变成了98.6% 寄生变异成了共生 在目标抑制不排斥的时候 可以共生对方身体 这样的话岂不是无敌了 我记得刚才还掉落了金色传说级神器 而当我美滋滋查看装备时 我傻眼了 我的神器消失了 这只水母太惨了 刚挨了以后一套神龙摆尾 若吃男孩一记黑虎掏心 真是屋子里开没铺倒没到家了 就在刚刚我凭借风骚走位 以及独创的骑士三角杀终于打蛋了以后 而当我批颠批颠查看奖励时 却发现神器不见了 于是我急忙联系客服 妹子一番查询后确认是游戏bug了 整了一套官方术语就想打到我 这我可不干直接威胁客服 游戏仅仅上线三天就出现 神器丢失这么重大的吧 要是发到论坛去 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 听说我要发体爆料 对方游戏维护部主任 搜的一下就过来了 连忙道歉说给我补偿 可以满足我要求 这种机会可能错过 必须抓住机会狠狠敲一笔 于是我就提了两个要求 第一必须返还吞掉的神器 因为终于是给我发放了补偿 摊尸主义品质直接连升三级 变成了传说级 寄生的身体可以和本体 获得等样的经验值 并且小黑吞噬的技能 还可以保留两个并使用 再看看背包出了一把紫色武器 其他都不咋滴等等 补偿的神器怎么长得 像个手臂鼓还一堆的问号 看来有必要去城里找个鉴定师 于是连向了死党谈话 他听说我攻略了50级的boss 兴奋的就要给我大把宣传 我以低调我又给他拒绝了 随后跟他要了鉴定师 坐标和转值的相关信息后 就想着逗他一下 我一脸神秘的让他回头看后面 提醒他地面上有个神秘物件 昙华不已有诈 立马转过头 一边看着屏幕 一边顺着我指的方向 搭了着脑袋就往前走 什么东西惹呼呼的 一不留神他就撞到了一对巨物 连地一愣 抬头只见妹子一阵尖叫 听着那边传来的销魂声 我笑出了猪叫 回头估计别感谢我了 匆匆挂断视频 想到之前接到的隐藏任务 一点头绪都没有 于是好奇地拿出 男孩的短剑观察 不料突然后背一凉 只见一个只有半边脑袋的男孩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身后 正一步一晃地朝我走 顿时一鼓梁 一直冲天灵干 身体僵硬不能自已 心想着你马是遭遇灵异事件了 不等我有所反应 男孩一个剑步就来到我面前 一记黑虎掏心 直接把我给来了个透心狼 然后缓缓捡起掉落的短剑 朝远处走去 还挖了个窗把自己拿 心想这是被剧情杀了呀 真是防不胜防 幸亏游勇者之心技能 每天能复活一次 满血复活后任务提示 进度完成了50% 还触发了两个支线任务 需要去找男孩师傅解锁之后的剧情 并把男孩的短剑交于村长 看到两个任务并不冲突 可以一同完成 为了节约时间 我决定先拿到短剑 方才看到了男孩和短剑埋的位置 于是愤愤不平的 我毫不犹豫的 就开始去刨男孩的坟了 震惊 小水母居然对美女做出这种事 这是震惊漫画吗 这还是我熟悉的水母吗 难道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刚从洞穴出来 我准备去城中鉴定一下神器 由于路程太远把我累够呛 想着能遇到个生物寄生就好了 不然有时从我而来我们都傻 只见草红蹦出个老六 拿着法杖就指着我 我连忙质问她为什么攻击我 听到我开口说话她更兴奋 说第一次见会撒谎的宠 智力肯定打他高 他当即表明自己是抄袭有职业训手师 想要我做他魔宠 感情这四把我当智慧型宠物 我告诉他我是玩家这傻子偏偏不信 还沉浸在即将收获高级魔宠的幻想中 我不想理会他转身就准备离开 不料这个老六又在身后搞偷袭对我誓张 没想到因为他打出的错不及口 书可人省省不能忍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相处 换来的却是老六 不装了我贪谈 你压得既然沟通过来 就别怪我心狠手骂了 赶紧吃个白牙蜜补充血量 反正是一套连招带走他 这时他的同伴感到刚好看到这一幕 随即摆出战斗阵型 前面的黄毛是个战士 提着剑就向我突刺过 我直接撒鸭子开烈 毕竟对方人多势重 好汉不吃眼前亏 白白了名类 谁料对方穷追不死 我定睛一看 这不是之前把我酷茶子都快骗没的黄牛吗 好家伙真是冤家路斩 于是当他再次攻击我时 我一个侧身随后伸出处手 利用老六当跳板直接寄生在妹子身上 触手更是缠绕住他全身 并对他发动共生技能 妹子直呼受不了 感觉好奇怪 让我快停手 我擦了擦笔鞋打开技能介绍 发现共生目标会陷入意志对抗 想必他现在正处于这种状态中 我和黄毛都是一脸猛逼 他看到心意的妹子被我这般对待彻底忍不了 于是暴怒时间向我找 他不知道就在刚刚我已经成功寄生 不欢不忙的我控制着妹子 先来了个撩腿上 然后回头对冲过来的黄毛甜甜一笑 他微微一愣神的公主就被我惊身了 瞧准机会我一击上勾拳砸中他下方 等着力道直接把他轰飞 接着一个位移又闪到他的落脚底 对着后脑勺就是一记拳雷打 打得他生活不能自已 按道人类身体就是方便了 共生不光获得了属性叠加 还能使用技能 心想要是能和原来的超级账号共生 谁能比我强 这时候他也终于反应过来 眼前的身体不是队友 晚暂惊讶之后 居然跟我谈起了条件 看我能力不错 想以每小时100克金币的价格雇佣我 我心想上次把我坑得还不够惨吗 可就逮着我一个人使劲薅败 连想到现实中的精力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一阵金光包裹战士 伤势瞬间痊愈的他 以为我接受了他的条件 一脸猥琐的就想命令我 同时向我伸来闲猪手 却没发现我嘴角微微上扬 手中的权杖已经净了 没有任何防备的 他直接被我来了一个暴敌 然后一发圣光治疗 当头又是一位 在无限治疗 和胖走交响曲中 我玩得不一用 看着掩掩一息的 他更是直接共生了他的身体 脱下全身装备和背包里的物品 还不忘给他留了一条裤衩 同时苏醒过来的妹子 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随后我把目光描向了一旁 刚解除共生的妹子 煮饭惩罚完了 红饭也要肉场了 这个男人被我给扒光了 女朋友身体也被我控制 还意外获得了一件 稀有装备神奇式的勋章 扫荡完战利品 总感觉忽略了什么 呜 好像少了一个人 不管了 先联系死党询问一下位置 刚连线就看到他在拼命狂奔 只见身后一个漂亮妹子 正投着马向他追来 拉弓射箭一气呵成 不知是有意味之 还是昙花走为风骚 硬是一个子都没挨着 直接给我看惊呆了直呼666 索性让他赶紧把地图和NPC 转值位置发给我 他匆忙找了个掩体 就把资料发回来 顺便还告诉我 刚才有个小法师 跑到绑三匹罗修那报信 说发现了一只 能操控人的极品魔虫 现在有几百人 浩浩荡荡的正砍过去 我的仇人亮坤也在 随后把魔虫位置也发给我 虽然有点心动 但是目前卡在时机很久了 还是转值比较重要 匆匆挂断我就打开邮件 打开地图先查看了魔虫位置 准备绕开人多的地方 这一看差点没把我下命 这不正是自己的方位吗 难道他们说的 能操控人的魔虫就是我 还不等我缓过神 一个手拿神兵的男人 出现在我身后 还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我回过头一看 尼玛亮坤 惊吓之鱼 按道好家伙自己送上门来了 在盘问我魔虫下落 无果后转身就准备离开 机会 当即我就拿出武器紧推器后 看准时机后 对着亮坤脖子就砍了下去 当时那把剑离他的喉咙 只有0.01公分 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后 我会让他死无全尸 虽然生平被骂过无数声系统 但这一次我想当的老六 当我以为能一击必杀时 不料只是给一身神装加持的 他刮杀而已 亮坤立马反应过来 就开始反击 在共生技能 还有武器的力量加成下 我也丝毫不惧 几番回合下来 我抓住破绽 心服气躁的 他不慎被我打飞了武器 我趁他愣神之际 立即解除共生 随即又对他施展既生技能 片刻功夫就被他挣脱 虽然早知道会失败 但是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乖乖当我的跳板吧 借力甩到空中直蹦神兵而去 一个优美的空中360度转体 又寄生到黄毛身上 完美落地 然后撒鸭子就跑 亮坤当场就猛低了 看着空荡荡的双手 内心一万头草你马奔腾 这操作就问你服不服吗 而就在不久前 一个妹子正义脸殷勤的 跟匹罗修会抱着魔宠情报 这次一脸坏笑的 甩给了妹子两件装备 美约其名是给他当奖励 实际上却让妹子当场换上装备 妹子娇去一阵 显然不太愿意 但碍于绑三老色批的 因为只能屈服 随后转过身脱去装备 匹罗修看到妹子 这曼妙的身姿当场 就想把他摁了 但当务之急 还是寻找魔虫比较重要 现在外面全是搜寻我的玩家 谁都想先一步捕捉到我提升实力 反之我正在树上 悠哉悠哉的打量着 刚从亮坤手上抢过来的神兵 按道神兵终于物归原主了 但当我看到技能那一刻 我差点吐血 一把能学习技能的攻击 神器尼玛给他弄防守技能 外面巨灰的我突然灵光一闪 随即召唤出小黑 就命令他把防御技能给吞了 果不其然成功了 这样的话 有了小黑的吞噬以后 就可以无限洗练了 哈哈我真是的大聪明 这只水母有个奇怪的癖好 就是喜欢共生妹子的身体 就连死党心意的妹子都不放过 就在刚刚一道闪电劈下 原来其他玩家发现了我的藏身之处 各种魔法手段行出不穷 生无可恋的我准备寄生妹子 谁料对方一个抗拒光环 就把我振飞竖掌 看着她一脸得意 却不知道这是我故意设计的逃跑路线 一波三折我又寄生了一条咸鱼 然后在路人惊讶的目光中 昏狂逃窜 还没来的提光性就是一件射船 原来是死党和那个驼马的女人 心里顿时把谭华全家感谢了都变 你凑得把妹子勾引过来凑什么热闹 于是我动身一跃 直接跳到了死党怀里 随后缩的一下就消失了 谭华目瞪口呆 众人都以为她收服了魔虫 不怀好意地围了过来 谭华是白口莫变 心中一领直接抱起妹子就跑 妹子跑过神大喊就放下 魔虫是你抓走的这跟我有毛的关系 谭华油盐不禁一路向安全区域狂奔 身后黑压压几百号人正拼命追击 不过这不关我事 此时我已经通过技能传送回了以朝 轰轰下线望向一旁死党 一脸姨妈笑的把她游戏中断 不料这般突然下线 却让妹子摔成了马赛克 我质问死党为什么围堵我 她一脸猛逼 直到告诉她我就是那只水母 她才恍然大我 一番打闹过后 谭华开始跟我谈起了正事 直言匹罗修接到了大帝之母的 连环任务成神之路 一共五个关卡 每完成一关都能获得一次进化 或者强力道具 她已经完成了三个boss 但是因为我把最后的关卡 火毒以后击败了 所以十分愤怒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已经锁定了我 势必要抓到我献给大帝之母 听完我菊花一紧 要是被这伙抓到 还不知道会怎么蹂躏我 起码拉着谭华上 号带我去转职 刚上线就遇到了妹子 看到我们俩在一起 她已经确定魔宠 是被谭华抓走了 先前害她挂了等级 也掉了一级 死皮赖脸就要跟着我们 谭华一阵心虚 不料我直接就对她发动了共生 看到这堪比威的场面 谭华当场惊掉了下来 不知道以后 我妹子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会不会有阴影 打开传送卷轴 我俩回到了转职点 令她没想到的是 我选择转职成了骑士 之前累积的经验 让总机一路飙升到了17级 而转职需要购买的 骑士套装和战马 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 随后准备把包里的杂物 卖了换钱 不料被一个奇怪的老头叫主 少年 我看你气大火好 是万中无一的男人 看与你有缘 这卷金瓶没就一千金币卖你了 死党拉着我就要走 说自己看过上面 全是问号什么知识都没有 不过我就耗这一口 于是跟死党借了 三百金币满下了卷轴 老头直夸我赚大了 得到此物乃导演眷骨之人 能使用者皆有成神之资 我刚想追问 老头就消失不见 当我查看卷轴 果然如死党所言直呼大意了 随后我发现得 令我大为疑惑的问题 我现在可是共生的妹子身体 老头怎么知道 我是带机关枪的 而此时大海深处 老头栖身在一个神秘黑影之上 自顾自的说着 灰土君王的要求已经完成了 希望小家伙早日开启 因一次意外 而间接导致妹妹出意外的我 为了医药费 我进入了诸神之战的游戏 当我为开出超级幸运账号 能卖三十万而高兴时 却被亮坤用我妹妹的人身安全威胁 并夺走 无奈我只能以水母身份 再次进入游戏 原本以为会苟活一生 直到遇上神秘NPC 老者告诉我 此卷轴是游走的 转值证明和道具 游走是神的代行者 以神之名 游走世界 以神力置换神力 方可开启转值 说完便消失不见 当时我只是出于好奇 买下的这卷轴 不曾想后来 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开启的那一刻 我具备了游走现实世界的能力 我开始怀疑 这或许真是诸神创造的游戏 匹罗修四环的任务物品 都已经找到 只差我手中的短见了 这让神母大为不满 为了尽快凑齐所有道具 赐给了匹罗修等级999级的九窍石胎 只要跟随石胎的旨意 取一只猿猴的精血 让他吸收就能晋升半神 品阶突破1000 就会成为他的助力 这可把匹罗修乐坏了 扬言一定会把水母 抓回来献给神母 随即命令手下对我进行围剿 而此时我来到了交易所 把库存装备全卖了 换来一万多的金币 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死党立马让我还钱 我大手一挥 并把先前在以朝得到的魔宠蛋 扔给死党一并处理 死党看到600级变一抹宠蛋 直接傻眼了 只有少数繁殖能力强的种族 才有机会孵化出的帮派宠物 可以采矿采用 还能形成炼技区 我直言他大惊小怪 我之前幸运账号送的龙可 都是1000几 但当听到他说宠物蛋市场上 至少值100万时 我脑袋当机了 100万那得多少个人啊 还是先收着等以后 见帮派再用 不过这以后的奖励 还有男孩的短件 这个任务所有奖励本 都该属于匹修罗 他的循环任务中 只剩下男孩的短件没有完成 不过现在已经拉仇混了 看来我有必要找他聊聊 于是脱离妹子身体 装备好骑士勋章 出来吧 你马 这战马古兽如柴啊 不过这难不倒我 直接共生战马和他的属性叠加 一路风驰电车 朝匹修罗助地兵去 见完匹修罗再去虐亮昆 在游戏里把身体抢回来 可刚到门口就被一群人围住了 在九翘十台的指引下 匹罗修带着手下来到了一处荒野地地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只猿猴幼崽 这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目标 匹罗修看着沉睡的猿猴 感受到了他身上流淌的半神之力 暂且还是不招惹为好 此时他收到了手下传来的消息 水母在青石村现身了 匹罗修知道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抓到水母献给大地神母 于是让石头变换成自己 并命令手下在此地等候 自身快速向我这边赶来 而亮昆这边又得到了武器大师的技能 该技能能让26级的他装备200级的武器 他正疑获着为什么自己的专属神器 可以被别人拿走 突然一个美女来到跟前和他打起了招 仔细一看居然是大明星齐晓曼 亮昆一脸自恋地问到 对方是找自己当练剂搭档的吗 齐晓曼微微一愣没有说话 这是自己认识的齐心吗 好像不太一样了呢 随后便让身后的三个保镖试探他的实力 亮昆也不废话 手握武器 一刀力火掌挥出 直接就将三个保镖焚烧殆尽 齐晓曼拍了拍手对他实力表示认可 并把刚得到的水母位置告诉了亮昆 邀请他一同前去 果然 听到水母二字亮昆便咬牙切齿起来 我这边可就热闹了 新石村都快被挤爆了 索性让中间管事的出来说话 这时不知从哪里蹦出个小胡子 直言他家少爷被大地神母看中 即将转值神之游走 以后定是这个游戏的风云人物 而我只是个种族值十点的观赏种族罢 赶抢少爷的暴思和战利品 今天必须把我杀到退了 在他口中得知围剿我的是匹罗修的意思后 我知道已经没有谈判的必要了 反正我现在的实力对付一群普通玩家绰绰有余 那就先拿你的小弟劲刀 当即拿出改造过后的七星刀就冲向人群 面对已经甩吃骑士的武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一个个倒在我的脚下 惊恐至于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见此刑警一个骑着怪兽的男子一脸无懈的说道 也就欺负普通玩家罢了 这个律法男子叫老刀叉 是玩家排行榜第90的黑暗骑士 他指挥怪兽就冲了过来速度惊人 来得好 我直接使出神之冲撞就赢了上去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跑出 发出巨大的轰铃声 魔兽轰然倒地 在被炫晕的一瞬间男子纵身一跃 利用武器将自己拉向石柱 然后弹射而起 在空中召回武器 对着我就劈了回来 一套操作下来速度快的让人眼花缭乱 下一秒我的战马就伸手一拒 我心中一惊 这个黑暗骑士的实力不容小觑 不愧是排行榜前十的存在 迫不得已我只能解除共生状态 众人见状连忙发动转机 狂风暴雨般的技能就往我身上招呼 我只能拼命抵挡 看到我被虐小胡子又开始叫嚣一个劲的嘲讽 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我心中愤怒不甘心就这样被打败 当即从背包里拿出魔宠弹 可惜这个小小的弹壳整整一百万的精英 但是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因为我知道这个弹里面郁郁着一只强大的魔宠 能不能翻盘就看到 冷刀叉感觉到了不寻常想要阻止弹为时已晚 只见我对着魔宠弹同时发动神智争用 共生和神智驾驭三个技能 只听到咔嚓一声 魔宠弹开始裂台 一只利爪从里面缓缓伸出 随后是上身 下身 头部 最终 一只人形以后从弹壳中破壳而出 这个小水母正在被群殴 生死存亡之际 竟召唤出了人形兵器 此时共生以后的我实力大涨 面对众人的围剿也丝毫不拒 忽然蹦出个不要命的 就对我发动攻击 我立在原地面由对方攻击 直接使用以后的技能瞬间将其反弹 下一命 他就被自己的技能给反射了 我邪魅一笑 就你也敢在我面前搬门弄斧 眨眼之间 只听咔嚓一声 敌人瞬间就被一分为二 众人顿时大惊失思 冷刀叉想过来阻止我 我没有跟他过多的纠缠 一个闪身落到了人堆里 准备先解决掉这群小喽喽 突然瞥见不远处的小胡子 刚刚就是你啊的 废话多吧 一个螺旋走位就直冲他而去 他本能的想要后退 但已经晚了 我一个飞身紧紧夹住他的脖子 下一秒就被我硬生生搅断了脑袋 鲜血喷一耳出 刚出完这口恶气 冷刀叉却不讲武德就搞偷袭 我稍微侧身就轻松躲过致命一击 他怒不可恶道 要不是等体罗修 刚刚就一刀劈死你这只小蚂蚁了 我眼中闪过一丝脚峡的光芒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同为高手亦有差距 说完直接脱离以后身体 将触手伸到大妹子身上 冷刀叉还想阻止 不料却被突如其来的以后 直接撞飞 顿时一阵头晕晕眩 这可是被我神奇征用的做起 会互主的捅吗 随后 照出小飞吞噬掉大妹子的技能并保留 使出暗影分身 同时操控两具身体 利用分身拖住冷刀叉 本体则躲在暗中观察 他一脸怒一道少看不起我 轮着镰刀就向我挥来 一旁巫师见状 开始指挥同半家Buff 呼得看向身旁的战友 你刚刚不是被秒了吗 哈 被你发现了 我看中你的技能了 对不住了 迅速一刀解决了他 本体暴露后 无数技能朝我砸了 前军一发之计 我利用触手 成功回到以后身体 好险 随即发动刚得到的技能 冷刀插一脸无语的看住我 又搞什么费技 只见我周身血光围绕战力暴露 这番操作属实 把他给震撼到了 直言我开外话 我也不废话 直接告诉他 不想掉出等级榜 的话就自己回城了 随后拿出回城卷轴 走到他面前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胜算 由于片刻 就拿上卷轴搜给一项不见 这下 我终于可以尽情的抱负了 之前围剿我的小喽啰 无疑性 因此还达成了成就 获得了新的技能 等级直接升到了二十三级 忽然身后出现一个巨大身影 终于来了 匹罗修 就在这时 远处又走过来两道身影 亮昆 还有看到来人我全身一震 他怎么在这里 哈 把亮昆认成我了吗 女神居然和我的死对头 同流合污 那就别怪我落手催花落 觉悟吧 大明星 就在我和匹罗修 剑拔弩张的时刻 亮昆也赶到了战场 扬言要我乖乖交出神器 然后磕头谢罪 而悟把亮昆认成我的七小曼 也在一旁随身附和 我没有理会这傻叉 想着之前杀掉的玩家 马上也会复活了 再拖下去 可能真会栽在这里 必须速战速决 别墅内 齐小曼正慵懒地 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老妈看到又开始唠叨 指责他 整天抱着手机 没有一点明星样 他还想顶嘴 顿时被老妈骂的狗屑临头 他看情况不对 赶紧溜回自己房间 看着好友列表 始终没上线的七星 心想 难道他换游戏了 还是说不想和我玩了 趴在床上转斩难眠 越想越气 不就是个臭打游戏的 难道没有你 笨小姐就不会玩了吗 闭上眼睛 开始思考自己当偶像 到底为了什么 除了用自己 引以为傲的身材和外貌 吸引住人外 脱离了这具身体武 还有什么 在虚拟世界 我还能继续绽放光彩吗 我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被他人认可吗 齐小曼自信地对自己说道 一定可以的 因为我就是这么优秀 这么的光芒万丈 记得刚接触游戏那会儿 别搅的操作 连癞蛤蟆看了都喷火 而一旁的男子 还嘲讽没见过这么菜的 随后在自己死缠烂打之下 开始教我战斗技巧 和boss攻略 齐小曼呆呆看着眼前的男人 此刻心中 已悄然种下了一颗主子 终于有一天夜里 他敞开心扉 把自己 是大明星齐小曼的秘密 告诉了男子 男子听完 却一脸平静 我呀 是为了逃避现实 才喜欢上的游戏 现实中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loser 别说和女孩子交往 活着就够心累了 可是在游戏里 我可以抛弃一切 仿佛那些糟糕的心事 都不存在了 难道在虚拟世界里 还不能找寻自己的本真 自己认可自己 自由地活着吗 似乎齐小曼 被他这番话点醒 他这是隐晦的 在跟自己表白吗 可那天之后 他再也没有上线 所有的账号都注销了 齐小曼没有来的一阵心境 他已经不知不觉 喜欢上了他 开始不顾一切 寻找这名叫七星的玩家 无奈秒无音讯 直到有一天 公司出面警告我 才知道 原来一切都是他们搞的鬼 小曼 玩耍请示度 不要让那个穷小子的气质 沾污了你 可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不信你会离开我 此时美女在旁的亮昆 又开始嘚瑟起来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怒道 从今天起 谁也别想从我身上 拿走任何东西 还有你离七小曼远一点 说完使出全力砍了过去 意识到 这个才是七星的七小曼 也反应了过来 随即沉浸在自己的喜悦当中 你看 你还是来找我 对每个想要欺负我的人 挥出你的刀吧 认清自己的灵魂吧 你离不开我 就像骑士离不开公主一样 可下一秒他没想到 骑星想杀的人竟然是自己 这操作把一旁的亮昆 都给惊呆了 而且小曼 更是吓得眼珠子都崩了出来 你要杀的人居然是我